在中美贸易僵局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贸易格局重构的背景之下 越南似乎是最大受益者之一 不少跨国企业开始有意识的分散风险 将原本集中在中国的生产线迁出 其中越南成为了首选之地 根据月通社报道 截至2021年12月20号 越南引进外资总额达到近311.5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9.2% 不过要想真正的成为制造强国 光靠别人提供的物料资源 真的能行得通吗 而想拉拢越南进入印太小圈子的美国 又能否通过给予越南支持达到双赢呢 一起来洞察关键 越南制造的野心 不仅是要当下一个世界工厂 从政府今年的投入可以看出 越南还想推出自主品牌 打造更多国货 但却因此闹出了不少丑闻 2017年10月 以越南制造为号召的知名纺织品企业凯斯酬 被查出以中国进口商品冒充本国制造 越南是世界第三大纺织品出口国 纺织业可以说是越南的生命线 但越南的纺织原料高度依赖进口 根本无法自给自足 55%到60%的原辅料由中国供应 进口结构上呢 我们看到就是2021年 越南国内企业进口了1100多亿美元 然后呢 外资企业进口达到了2100多亿美元 那么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呢 它的进口产品均都以生产资料 和配套的中间产品为主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越南加工制造业 比较依赖于对外的这个原材料 以及配套中间产品 它是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的 就拿现代纺织业为例 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业门类 例如除了面料 纤维 它的上游 纽扣 拉链等辅料 属于化工业 而化工业的上游又是能源业 因此纺织原料要形成有竞争力的价格 需要各个产业集群深度分工 相互配套 而这正是越南制造的另一块短板 供应链不完整 除此之外 越南企业还希望在飞速发展的 智能手机领域分得一杯羹 2015年 在越南横空出世的BFone一度被看好 该产品由越南知名科技公司BKF研发 创始人软磁广 甚至被称为软布斯 然而好景不长 BFone随后被媒体爆出 显示屏由夏普制造 芯片来自高通 内置中国导航系统 另一款越南本土品牌手机 WinSmart 于2018年6月开始生产智能手机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向市场推出了19款机型 尽管WinSmart手握着17%的市场份额 是仅次于三星 OPPO和Vivo的第四大智能手机厂商 但面对激烈竞争 七亩公司Wingroup席团 最终还是在去年5月9号宣布 WinSmart将停止研究和生产手机 当时Wingroup副主席兼总经理 软月光坦言 智能电话的生产不再带来突破 也无法为用户创造差异化价值 随着WinSmart的退出 越南只剩下BFone Mastel少数几个本土品牌商 在苦苦挣扎 我们去终观这个发达国家 或新兴国家所走的线条化 道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实际上都是一开始 都是做这个劳动密集型的 对吧 加工制造业 然后接着就是要做核心技术了 得做这个高科技产业 然后呢 要掌握源头技术 那越南现在它把握住 这样一个机遇呢 它就是希望在完善自己 加工制造业体系的同时 然后呢实现工业技术的一个突破 然后呢去掌握一些源头的核心技术 那这就体现在它现在的几大一个 几大民营企业 我们讲的民族资本了 放弃智能手机领域 Win Group集团宣布将发展重点 转向旗下汽车品牌WinFest 这也是越南唯一一家本土汽车制造商 这家越南新势力在创始之初 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拿来主意 研发能力激进于零 2017年Win Group历经重重谈判 获得了宝马发动机的使用授权 同年6月 Win Group与通用汽车签订合作协议 获得通用汽车载越所有业务 其中就包括河内汽车组装厂 随后WinFest又先后将迈格纳 博士 舒勒 LG等世界知名供应商 纳入朋友圈 一家为法拉利和其他欧洲车企服务的 意大利厂商负责产品设计 约200名德国工程师 在Win Group位于海防港的工厂内工作 总的来说 车上所有的部件均是外采 并由麦格纳代工生产 唯一的越南自造 是Win Group创始人 范志旺亲自首绘的品牌logo 就是这样一家 靠借鉴与拼凑起家的汽车公司 却在短短两年时间 超越了盘踞越南许久的 丰田 企亚和福特 在官网上WinFest自我介绍就写道 成立21个月 便成为越南国内第一大汽车销售商 实际上 为了获取与美国合作的机会 WinFest有意在美国提高曝光率 目前WinFest已经在洛杉矶设立了总部 并在去年底的2021洛杉矶车展上 推出了两部纯电动车 又在今年1月份 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2022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 展出三台全新纯电SUV 在这些众多的支持中 越南是有选择的 越南首先是要抓紧美国 在高科技企业的一些支持 包括越南的军队电信 就是有想法想搞 这个6G的这个WinFest 它这个集团 它是在美国申请了独家专利 去年获得了两项 它频繁的跟美国进行这种 高科技企业的互动 还包括这个WinGroup 它是跟谷歌合作嘛 然后呢 希望就是谷歌帮它进行 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越南寻求帮助 正合美国的心意 实际上相比日韩 美国进入越南市场并不算早 1994年2月3号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 结束了对越南长达19年的经济禁运 宣布结束禁运几小时后 百事可乐迅速行动 启动与胡志明市的一家越南公司 合资建厂生产瓶装可乐 随后可口可乐 也在河内修建一座 2000万美元的装瓶厂 2000年11月15号午夜 一架波音747停在越南河内机场 机舱走出1975年 美越战争结束后 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 比尔·克林顿 这次访阅 明面上克林顿要寻找 美越战争时 近2000名美国士兵的遗骸 但实际上经贸合作问题 才是重头戏 波音 可口可乐等 美国40多家大公司代表 随行极为佐证 访问期间 克林顿在国宴上意味深长地表示 我们留下的历史是痛苦而艰难的 我们不能忘记美越战争 但我们不能被它控制 2007年6月18号 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 成为越战结束后 首位踏上美国国土的越南元首 他向时任美国总统布什 美国国会多次强调越美合作有益 还不惜利用6月21号 华盛顿邮报整版的篇幅 向美国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 这在世界外交史上都实属罕见 在这封以至亲爱的美国朋友开头的公开信中 阮明哲讲述了美国民主之父 托马斯·杰弗逊 早在1787年就向越南买道种的故事 越南的嗜好受到了积极的回报 此后美国大举开拓越南市场 包括英特尔 苹果 耐克等美国企业 相继在越南投资建厂 每月双边贸易关系增长迅猛 如今美国早已成为越南第二大贸易伙伴 据越南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 越南与美国进出口金额达于1110亿美元 其中越南对美国出口额达于960亿美元 较2020年增长24%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研究员杨洋就指出 越南对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 一度引起特朗普政府警觉 2020年1月 越南被美国财政部列入货币操纵国关注名单 2020年底 特朗普的总统官事务助理奥布莱恩 会见越南领导人及高官时公开威胁称 越方必须遏制转运中国出口产品 控制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否则美国就要对越南加征惩罚性关税 奥布莱恩在挥舞威胁关税大棒后 又软硬兼施搞起了利诱 他宣称为了缩小贸易逆差 美国可以向越方提供资金 帮助购买美制军用直升机 他还打起了游记的主意 称越南对于让美企参与海上游戏项目很感兴趣 不过美国的操作未能奏效 有分析认为 鉴于越南的地理位置 对于中美两个大国 越南在各种议题的谈判中 具有战略杠杆的作用 因此可能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美国想通过对越南的经济支持 技术支持 拉拢越南加入恶化队伍 中美战略博弈以来 越南现在越来越成为 美国想突破中南半岛一个缺口 他想打开一个缺口 那必然美国就肯定从政治上也好 或者是以政促进的角度也好 给越南提供一些 他认为越南需要的东西 首先就是越南现在 他在走这个 辱入国际这样一个战略 他是在进一步的国际化 进一步的革新开放了 所以美国是有机可乘的 第二个就是越南的经济 现在是在同飞的一个状况 这就需要资本的支持 那美国当然能提供了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军事安全 或者政治安全的支持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 他是可以让美国见缝查证的 2021年8月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到访越南前夕 遭到当头一棒 按照原计划 哈里斯应该在当地时间 8月24号下午飞往越南 但是哈里斯的办公室 接到美国驻越南大使馆的通知 越南河内最近发生一起 疑似异常的健康事件 使得哈里斯推迟离开新加坡 最终哈里斯的行程 延误三个多小时 直到当天19点32分 才从新加坡 巴耶利巴空军基地起飞 前往越南 就在哈里斯抵达越南之前 越南总理范明正 在总理府会见了 中国驻越南大使雄波 范明正明确表示 越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这是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抉择和头等优先事项 范明正还当面向雄波承诺 越南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 对抗其他大国 在哈里斯访问越南的前一天 中越双方也有互动 8月23号 中国军队援助越南军队的一批新冠疫苗抵达河内 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黄春战表示 这体现了两国军队之间的团结和互助的精神 两军关系一直是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 我们看到越南在加大跟美国双边关系互动的同时 越南也在做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就是它加大了对欧洲国家的互动 近两年来它签了很多自贸协定 越欧自贸协定 越英自贸协定 然后越南跟欧亚经济联盟的自贸协定 甚至到在去年对吧 RCEP的签署 也就是说它在通过扩大自己对外的双边的多边的经济 关系其实是在对冲 由于出口市场过于单一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实际上由于历史原因 越南对美国一直存有戒心 不会轻易倒向美国 比如说现在越南大部分青年在暑假的时候 要参加一个类似军训的夏令营活动 而在这个活动中的假想敌一直是美国人 比如学员会参观当年美国人直升机逃走的地点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会在凌晨的时候突然叫醒所有人 并告知被美国突袭了 几身夜跑五公里 越南制造经常被认为是下一个世界工厂 那庄先生在您看来 这个越南制造距离世界工厂 还有多远的距离 它的实力究竟怎样 如果说越南的现在的电子产业或许还有一点世界制造味道 因为很多国家的像日本韩国美国的电子产业也转移不分到越南 但是越南现在整体的体量经济的体量产业的体量还太小 第二市场也太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越南缺乏足够的工程技术人员 甚至苏联劳动力越南离越南本土的制造 本土的这种产业或者越南的民族产业成为世界工厂 那么至少我想还有30年50年的路好走 越南制造经常被认为将取代中国制造 潘女士您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吗 中国制造和越南制造它们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越南它的市场规模和中国是不可同意而遇的 所以呢越南我认为只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其中的一个环节 或者几个环节或者说一个车间吧 大工厂里头的车间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是整个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代替中国 我觉得这个恐怕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中叶之间在这方面是可以合作的 从研发设计到生产流通 中国与越南都不处在一个水平上 在工业体系产业配套上 中国比较完善 越南不可能赶上中国 科技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方面 越南远远落后于中国 连一寸高铁现在都还没有 由于生产的成本问题 越南有可能在一些中地段的产业方面 接受中国的转移 但多数制造业越南无法赶上中国 更不可能取代中国 面对越南基于求发展的这种心态 美国开出了诱人的条件 就是美越贸易协定 表示如果越南采用西方体系深化改革 就能够加入到美国的朋友圈当中 那庄先生您怎么来看待 美国对越南的承诺交易 每月贸易协定就为越南加入世贸组织 开辟了一个通道 越南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这15年到现在 到去年刚好15年 越南的国际贸易额增长多少倍 6倍 15年增长6倍 这个速度是比中国更快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美国越南的贸易协定 是越南度外关系的一大胜利 虽然越南有没有为此付出代价呢 也有 他不得不修改很多法律 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来浪度 一些经济的主权 但是这是融入国际经济 所必须经历的 这实际上从奥巴马时期开始 他就将越南作为重返亚太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因为他知道越南有个三部政策 也就是不结盟政策 不让外国在越南设立军事基地 也不依靠一国 反对另外一国 这三部政策 所以美国希望 同越南签署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来提升关系 那么越南也认为 美国对越南的援助是很多的 他们对美国是有期望的 从经济合作方面 希望进一步提升 但是在政治方面 我觉得越南还是有所防备的 所以美越关系究竟走到哪一步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 我们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越南年轻人 都非常的喜欢美西方的文化 但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忘记 美国在历史上曾经给越南带来的苦难 究竟我们怎么来理解越南民众 对于美国的这种复杂心态 越南战争结束了四十多年 战争对越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不少越南人至今记忆犹新 不改革开放之后 美国已经成为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 特别是南海问题难以解决的今天 不少人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不过应该看到 美国不是省油的灯 美国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越南的和平演变 对此越南领导人不会掉以轻心 疫情时代之下的越南经济要保持甚至是提速增长趋势的话 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现在外资国际经贸界普遍仍然看好越南 越南的政治改革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体制上的动力 而经济改革又为越南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所以它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总的来说我觉得越南本国的发展潜力还是有的 但目前来说容易受到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一个是这种周边的大国关系对它也是有影响的 那么另外就是中国经济跟越南经济的关联性是很强的 所以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发展 友好发展对越南无论是本国制度的发展 老百姓安居乐业都会带来好处 这里有nis